1 2 1 1 2 3 3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狼人TripleFu的直播间 喜欢我们可以点击关注 每周五晚我们准点会跟大家见面 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到了 有八位一安中学的学生代表 那么也有两位 我们狼人杀的专业玩家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他们 首先是1号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一安中学 六一班的李子勋 好 欢迎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一安云术的孙一航 3号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表哥 旁边的何洛洛 好的 4号 大家好 我是何洛洛 我今天必须拿到旁边的大表哥 好的 5号 大家好 我是时宜 我今天必须拿到游戏王 好的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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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呢 6号今天 该设计了 那我是来自法官的 不 等一下 维维坐这个位置 我是法官 等一下 我是来自一安月社的 暮暮黑自骨 好了 7号 7号 8号 我是来自 我是来自一安中学的 我不学习 音乐社 我是来自一安月社的方强瑞 对 也是在一安中学好 马好 8号 大家好 我是就算查出了狼人 仍然给那个狼人清水的预言家 和和 8号 好 OK 幻影上 出去 好了 9号 我是一安中学的林佳浩 走 没话 所以呢 所以你是我弟 对啊 你都忘记记记上你是我弟了 对 我是6号林默的弟弟 好的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10号 大家好 我是冯小狗 又跟大家见面了 好的 接下来个小萌 好了 其实大家 走进我们直播间 发现我们的少女们都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明天 也就是我们周六 我们有一档全新的团宗 要跟大家见面了 说名字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一安放学后 那我们大点声告诉他们 明天要他们捐点什么 一安放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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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请大家准时的关注到我们这里 那么刚走进直播间的你呢 如果不了解我们狼人杀的比赛游戏规则 通过两分钟的短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请看VCR 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 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 分为民 何狼两个阵营 狼人每晚可以杀死一个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 狼人就获胜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杀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 找出狼人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获胜了 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 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民 女巫 在全局中分别有一次机会 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 机会宝贵 千万别救错咯 猎人 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 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定的人 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 寓言家 这个就厉害了 寓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 是狼还是民 当然 验出来以后 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 就是警长 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 都是天注定 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争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 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 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 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 是不是很厉害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 怎么样 是不是简单明了又很刺激 好了欢迎回来 这里是我们狼人直播Q的电场 OK 那么大家 谢谢 谢谢 刚刚大家通过我们的短片 今天应该也知道我们在第二集第三集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这个竞猜系统 那么除了刚刚说的500 300 200元的这个 等值现金的 我的脸看不到了 等值现金的这个熊猫币送给大家呢 我们还会送到这个耳机 日本原装进口的耳机 希望这份幸运能够来到你的身边 所以说一定要点击来关注我们 然后参与到我们整个游戏比赛当中 第一轮游戏比赛呢 会采用上帝视角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 告诉谁在打发箭吗 我 好了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唱舞呢 有个好身份 你是等得很累了吗 哇 对 好了 欢快的音乐当中 三秒钟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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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呢 自己的身份 2 不像我长舞 看我为什么要 1 身份真的是非常的好 大家都确认完身份没有 对啊 都确认完了 好 那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比赛规则也别忘了 准备天黑 请闭眼 狼人 性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听明白 毕业 生活 毕业 正 witnesses rose 背给 预言家 昨晚你厌的人是 最后 死肉 舍不 County 永远家 使用解藥嗎 使用毒藥嗎 女巫 請閉眼 獵人 請睜眼 獵人 請閉眼 天 亮了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進行警長競選 請要參選警長的舉手事宜告訴我 2號 6號 8號 9號 好 現在從2號開始發言 2號這裡是一張普通聰明朋友 然後就是等會兒 如果有兩個願家的話 可以就是都不信他們的話 可以把那個就是 可以把警惠給我 好 然後我這裡這張普通牌 然後可驗可推 好嗎 過 好的 6號 好了 這是預言家 報 好 天黑 請閉眼 狼人 請睜眼 狼人 請選擇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昨天呢 我們是一個平安夜 請選擇你們今夜要攻擊的對象 請確認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請選擇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請選擇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所以你們要攻擊的對象 你是否要攻擊的對象 是否要攻擊的對象 這不可能是都是可以的 一路是有問題 這不可能是有問題 是否要攻擊的對象 不是除了大不了 val 女巫 請睜眼 是否使用毒藥 女巫 請閉眼 天亮了 因為剛剛我們在上鏡的時候 我們四號玩家自爆 所以說我們提前進入天黑模式 首先請我們的四號把燈滅掉 然後第一頁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平安夜 這個是要給大家通報的 那第二頁的時候 我們的六號玩家受到了攻擊 沒有 六頁 接下來由我選擇發言順序 從六號的左右 左邊 六號有一頁嗎 六號的左右開始 十桌十桌 我差點說六號有遺言了 六號是沒有遺言的 現在從六號的 好吧 從十一開始吧 五號開始 五號的 failure 我這裡是個好人身份 民集 民易商 然後第一個發言 剛開始狼也開始自爆對吧 這個套路呢 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过吧 好的 三号玩家 我觉得第一夜 第一夜之前 老人第一天就自爆 我觉得 有点奇怪 但是我没听过他们发言 所以不能确定 好的 二号玩家 由于 这个四号自爆 然后第二天晚上 我们把预言家刀掉了 然后这个预言家两天验人的信息 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不知道的 然后基本上获得的信息比较少 然后刚才四五的发言 其实也都是感觉差不多 然后可能都是比较混乱吧 然后这里占一个 名其名以上的神位 好 过 好的 有请一号 这次我这里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我还没看出什么了 过吧 好的 二号玩家 那这一圈发言下来 都是因为四号玩家的自爆 对吧 然后导致大家找不到狼 那么你们是否记得 井上还有谁上井呢 对吧 二号玩家 六号玩家 以及九号玩家上井 那你们要记住一点 就是上井必有狼 井上必有狼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 玩狼杀比较基本的一句话 可以说是一个准则 当然不一定正确 对吧 因为有的时候狼不上井 那么二号玩家在前置位 已经说是一个 站一个神坑 在井上就说了 是一个名其名以上 井下也说自己是一个名其名以上 站个神坑 那我认你二号是一张好人牌 那六号是预言家吧 你不可能告诉我 六号是一张狼人牌吧 对吧 四号自爆 自刀 一匹狼 你告诉我有可能吗 不可能对吧 那六号一定是一张好人牌 并且一定是特别重要的一张好人牌 那么六号井上的发言是什么呢 我这里是个预言家 那他是不是做是一张预言家牌 那你告诉我 那里站一个神坑 这里是一张预言家 那你九号玩家是一个什么呢 你是不是一匹狼呢 你是需要跟六号抢警会的一张狼人牌呢 对吧 你这个时候井下 如果说没有 我就是想上井搞个事情 发个言 说我是个平民 我是不信的 好吧 我是不信的 那麻烦你这一轮 跳个预言家起来 告诉我们你两天晚上 第一天和第二天 你分别验了谁 这两个人又是一个什么身份 好不好 麻烦你好好聊清楚 但是我是不相信的 因为六号死了 对吧 如果你跳个预言家 那你的意识里面 六号就是个跟你汉跳的狼 那么这边自报一个 这边自刀一个收益为零 没有收益 对吧 所以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五号玩家 我觉得你就是一张狼人牌 好吧 那么五号跟三号玩家 在发言的时候 他们的就是张嘴的 第一句话显得特别的 就是很迷茫 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对吧 狼人是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的 他们会说 这个狼人自报 搞得我都有点迷迷糊糊的 所以五号三号我觉得还不错 那一号玩家 李子勋任发言 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平淡 比较平淡 从中中 我没有提取到任何的信息 只是你在说平民两个字的时候 比较重 比较重 可能你就是一张平民牌 这是我的想法 但是后面再分析好不好 那我这一轮的话觉得 五 三 二 一 十都是好人牌 那么狼在这边出 九号牌占一个狼坑 那么你们七 八号对吧 抢这个好人的位置 记住我们平民企育军 我们好人军只有七个位置 我们已经占了五个 你们剩下的三个好好抢一抢 好不好 只有一个位置给你们抢了 这是我的发言过了 好 九号玩家 我来说一下啊 我是个平民 当时上井的还有一个是 还有个八号上井 六号他说他是预言家的话 有可能会是诈身份 也是有可能的 这是 而且二号我怀疑他是一匹狼 为什么呢 因为二号当时还没听到 八号和九号的发言 就已经很确定 六号就是一个预言家 我怀疑二号和六号 应该是一伙的 我想听一下八号发言 因为当时八号也上井了 他也没说什么话 我想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好 过 好 八号玩家 既然都怀疑到我头上来了 我这边就要借猎人的衣服穿一双 这里一张猎人牌 你九号玩家怀疑我是狼 而且十号玩家已经认定了 那一牌差不多已经就是 已经占了五个好人了 这边再加一个好人 你们两个 好 自己针吧 反正九号玩家 你这有一个生命牌 我是不认的 因为你都怀疑到我这个猎人头伤害了 就这么跟你聊 好吧 我这种人会单拍挂你脚 就这样 过 好的 七号玩家 就是我一个平民 主要是他们前面的 他们可能是先发炎 他们都是处于这种迷茫的状态 他们先发炎 他们也有可能是狼 你不可能直接说我们这边的就是狼 他们前面可能处于这种滑水状态 处于自己是狼也可以滑甩 滑水你就直接断定 我们这边就是狼 我搞不懂你这个 是怎么直接把我们断定的 因为他们的发炎里面 也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 狼也可以这样发炎 对吧 就算他是平民 他狼的话可以这样 像平民一样发炎 你就不会怀疑他 你就直接断定 我们这边是狼 我感觉时候就很可疑 就在帮他们那边可能是有狼 就在帮那边的狼做的身份 就是做一个好人的身份 好 过 好 翻译完毕 那么三秒钟考虑之后告诉我 谁是你心目中的那匹狼 三 二 一 举手示意告诉我 要不全击齐票 没用啊 好 9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你的灯 有什么想说的 我说一下 接下来好人就要努力一下了 我只是一个平民 杀我没什么用 这把现在还是没分出来什么的 杀我没有用的 好人继续加油吧 好 这样 好 游戏继续 天飞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睁人 预言家昨晚你睁的人是 预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你要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 你吃什么 经过第三页 十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灯 没有预言 接下来从他的 从一号开始发言 我从那边看不来 过 好 二号 这两轮都有点倒霉 都是前之位发言 然后基本上也没听 前面的人也没说太多 有营养的话 然后先过吧 我先还得看看局面 好 三号 三号 三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上一轮 我觉得我们应该票错 应该是票八号 因为上一轮八号发言 他说我们这一轮 因为刚刚十号小狗哥说 我们这一轮应该都是好人 然后八号这样发言 他说这边应该 这边可能应该就是都是好人 他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他应该是晚上睁眼了 但是他说他是猎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应该 把八号票猎人的话 他带走一个嘛 他带九号嘛 因为我们现在还做不定 他八号是猎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票八 然后你刚刚说二号是绳子 你可以我们今天票八 假如你真的是猎人的话 你可以带走二号 因为他跟你对跳 对不对 假如你不是猎人 那你就肯定是老 对 就这样 发言完毕 对 好 五号 五号玩家发言 五号玩家的话 还没有搞懂什么 我感觉十号像皮狼 因为十号刚开始就确定了这么多的好人 有点太不可惜了 然后我感觉一号和三号这里面肯定有皮狼 然后八号呢更像一个就是穿着猎人衣服的村民 过 好 七号玩家 我感觉刚才三号说的一号 是企业舞是吧 八号他说八号像皮狼 但是我感觉可能 因为到了现在没有人跟他出来汗跳猎人 我感觉应该他就是皮 就是个猎人 因为现在孕家已经死了 然后还剩两个神职 他这边是猎人的话 我们就应该可能应该跟着八号走 所以我感觉八号应该不是一匹狼 然后目前就看得出这些不过了 好的 八号玩家 八号玩家这里发言 八号玩家这里只是一个穿着猎人衣服的一个村民 你三号要出我 没关系 这时候我会单票挂这个七号 十号玩家走之前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你们那边是好人 但是你五号玩家 你逻辑有个问题是十号 如果十号玩家是个狼的话 这里死了一匹狼 这里是我们都确定的一匹狼 十号玩家一死 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所以说十号玩家是一个 确定的一个好人是吧 然后十号玩家死之前的是什么 这个和这个是个狼 我这里是个猎人 他说你们那一排是好人 这里是个狼 我这个猎人 这是什么 这身份是什么 不确定是吧 你们那一排是那个好人的 这里 我今天要单票挂这儿 然后真的猎人不要出来 我这边只是来帮你挡个刀的 就这么简单 我会单票挂这个七 你们听不听我随便 就这样 过 好 发言完毕 考虑三秒之后告诉我 谁是你心目中的狼人 三 二 一 好 十号玩家 灭掉你前方的灯 十号玩家 请灭掉你前方的灯 我看到你很不甘心 有什么想说的 没什么想说的 好 那我来告诉大家 游戏结束 好快啊 天啊 天啊 太快了 人家狼人 你还自己投自己了 不对啊 我投的不是 不是 当时不是 你是七号吧 我投错了 你是七号 我想投八号的 我就 我当时真的很想听 我那一圈没有算是 八号可以 压力大吧 不是 九号你就不管他 你就随便认个名 你不用接他的话 他再给你挖坑 但是你就跳进去了 他明显 他就想诈一下你 你知道吧 他给你挖坑 他给你挖坑 好 等一下 我们来一个一个地 Cue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 死的 我第一次当平民carry 好 小朋友等一下 我们首先来安慰一下林默 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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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没有不崩溃的时候 这个游戏 林默必屈死 不让没法玩 然后还有一个发言很精彩的 就是真的是八号展翼文 他一个平民 他自己说carry全场 你当时是怎么分析的 你分享一下给我们 首先就是 这个四号玩家爆了 当时在錦上的时候 六号我八号 这边是个平民身份 我这边是肯定是一个好人的 然后当时顶上是2号 2号是票个省位 然后6号是个预言家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肯定就是一匹狼 所以说我当时跟着9号 跟着这个10号 出了这个9号 然后第二天赛看 这个10号死了 这10号死了的话 厂上只有一匹狼的话 10号自刀是不可能的 是吧 所以说10号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就9号和这个7号 两个有可能是做成双狼的 然后我就清了10号一把 把这个7号给票出去 结果真的是 好的 接下来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先来把这个身份牌收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自己投自己吧 自己投出去的方向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那时候我明明 我都是8号啊 但是我好像投错了 那时候我还觉得 我当时看到全部都投7 然后我感觉 还是很开心 我很开心 我感觉他反应为要被投出去了 然后你既然 然后我就在这里发呆 然后我就要这样 抓状一个自己不是他们的样子 结果你既然叫我 结果我把我的灯给灭了 我就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结果我什么意思 还有你说到这个呆 女巫三号和洛洛 有一天晚上 我已经不太记得是哪天晚上 我叫了两次女巫 然后你还给我反馈 睡着了 你是忘了吗 睡着了 睡着了 天哪 说到这个 我 惩罚我们别忘了 首先三匹狼接受一下惩罚 好 然后上个礼拜所有人都跟我说 说主持人这个菜鸟 然后就忘了给惩罚 对吧 然后所以咱们是不是兄弟 如果是兄弟 咱们一起背一下 一起来凉快一下好不好 三 二 一 走起 能说礼良怪不得吗 一号没有 我不可能从那边一直绕过来好吗 行吗 好 我们的道具小哥如果准备好了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身份牌送上来了 对吧 我会继续持人的 你带给我狼接完好吗 我要给狼接完 我拿狼接完 我没有补不了 好 我要给狼接完 好 我要给狼接完 谢谢你 好了 从这一句开始呢 我们将进入普通视角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竞猜系统 来猜谁是狼人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同样是三秒钟的时间 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大家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了吧 好 那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开始之前也不要忘了 我们的游戏规则 天黑 请闭眼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性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 狼人 请闭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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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 虽然 昨晚你焱的人是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请闭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藥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闭眼 天亮 好的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这一局的警长竞选环节 那请要竞选警长的 拘手事宜告诉我 3号 4号 你这是拘手还是 他没拘手 脱塞 好 那只有3号和4号 接下来有请4号先发言吧 我相信你是个预言家 过了 3号 这一局那就是没狼人跳 因为我是预言家 我昨天一夜是4号 爆 好 8号玩家 自爆 进入天黑模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前一夜晚上 我们的2号玩家 遭到攻击 离开游戏 天黑 他有遗言 没有啊 爆了就直接天黑 然后他的遗言也被我们8号的吞掉了 所以说没有遗言 我们直接进入第二天天黑 天黑请闭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姓 闭眼 狼人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姓闭眼 欲言家 请检 mixture 手isches 子 。。。 闭眼发 把覉言家 误言家 请闭眼 谭眼Ang 王 使用毒藥嗎 女巫 請閉眼 天亮 對不起大家 我忍不住 十號玩家離開遊戲 平民 神明陣營獲勝 你自爆了幹嘛 你別自爆 我想她 我沒有要死一個精打 因為要 你們這兩個肯定是會留著的 無所謂 你想啊 她死了就死了 好 大家冷靜一下 我先來說一下 我真的忍不住 狼自己刀了兩皮自己的人 別自爆 自己刀了兩皮自己的人 第一 你為什麼不救了 二號 老大好自爆 我這麼快就結束了 我的禮物有一個 我第一天晚上我肯定不會救人 當院家跳出來之後 你是女巫 她是女巫 如果還有這一輪的話 我就要跟她給你 六號是怎麼死的 我感覺你剛才想舉手 但你又沒舉 沒有舉手 我是 不是 我就上演家了 怎麼救贏了呢 這是一個自爆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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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個自爆狼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獨走一個狼 你獨走一個狼 好 肅定 因為我們是直播 還是我們一句一句地說 讓我們觀眾也知道 大家在想什麼 首先我最想問的是 林默這個女巫 你內心死了兩個人 你為什麼都不救呢 當然你是運氣好 都是兩皮了 你為什麼要有女巫 沒有 我是這樣想的 要想他 因為我之前 我一直都當冤家 那個人就喜歡玩自爆 就把冤家給殺了 因為今天晚上 他肯定會知道有人救了人 然後我到女巫的時候 我就是第一天晚上 我絕對不會救人 因為狼人刀到那個 冤家的機率只有七分之一 所以很少 所以我第一天晚上 我一般都不會救人 然後我只有當冤家 跳出來之後 我相信哪個人是真的冤家 我就把那個人 冤家第二天晚上給救了 所以這就是把我玩女巫的一個 一個 對 一個 我覺得這把林莫Carrie 真的是林莫Carrie 好 我覺得他真的是厲害 然後 第二碗不救很強 對 然後 因為他三號 當時他說他是冤家的時候 有時候問他 要不要那個 但是你們沒有殺三號 所以我就覺得 三號沒有死 那我就不救 反正因為我心目中認為 冤家是三號 所以我就沒有救冤家 原來是這樣的一個 你別把三號刀落 鐵藥就留給冤家 為什麼 那三號你聽了 我們這個六號給你說的你 這拼藥啊 內心是什麼 我一直強保你知道嗎 你有什麼想跟他說的 我 沒 謝謝 他沒有 你都沒被殺 你笑的 還記得上一期節目 上一期他女巫救我 然後我把他給懟著 好了 你們兩個的緣分 一直可能延續很久 十號刀 對啊 十號刀 這三題狼 這三題狼我還得後面慢慢跟他們聊 真的 然後還有我旁邊的詞役是什麼身份 怎麼死的 這好奇怪啊 這個平民對不對 你當時 現在你一樣 這個你不要 第一輪遊戲結束之後 你有沒有內心一個走向 你知道整個遊戲流程 不不不是流程 整個遊戲的一個走到哪裡了嗎 我現在都沒有高等了 你現在都還沒高等 知道是什麼嗎 好了 怎麼就贏了嗎 基本上死了2號 你內心是瘋的 我內心是瘋的 我以為你把女巫第一天晚上 可是我以為第一天晚上 會救這個2號的 所以說我這一把一爆 然後三號一刀 然後再找女巫和戀人就行了 結果2號沒救 然後狼隊格是直接被打崩了 好 狼隊剛剛一個自爆的 已經說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首先2號 2號 我們說一下對 你們第一版為什麼要知道 你為什麼第一把要知道呢 騙藥啊 騙藥 是 可是 沒有 一般女巫的話 第一版她都會自救吧 好的 那最後 我看到你們可能天黑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看到這個小狗 那種捨身取義的那種表情 我們待會兒先 暫且請我們的道具小哥 把這個身份牌收一下 然後你來好好跟我們分享一下 史上最快狼人殺 我覺得剛剛你們是沒看到她的表情 展英文你看到了嗎 沒有沒有 就是 其實一定要隨機應變 王蘭莎一定要隨機應變 就是本來這輪我的想法是 就是 不上井 不汗跳 井下扛推一個玩家 對吧 我聽到3號議員家驗4號金水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把贏了 我就知道這把要贏了 因為她給4號金水 只要到我這裡發言 我一發言 我能把整個局勢掰回來 讓她警長歸票的時候 能歸到除了我10號 2號8號當中的一個人 隨便扛推一個平民 然後晚上我們再把它刀了 如果女巫沒用要你死了 那就另當別論找女巫 這是一種打法 對吧 但是沒想到8號報了 你報了有什麼用呢 她又沒驗我們狼 你為什麼要報呢 對吧 很奇怪 所以展英文這個舉動有點不太好 這個就是在決策上的一點 一種失誤 然後第二個的話 她沒救我也是意料之外 對吧 但是她沒救呢 大家就知道應該是林末 當天晚上呢 展英文就告訴我 是那個6號是女巫 但是這個時候殺女巫 已經沒有意義了 你把女巫給殺了 預言家還活著 預言家是不是當天晚上驗人 你當天晚上驗的誰 你驗 對吧 驗的我 我是不是查查 我就這麼想 但是你不驗我我們也輸 你驗1號是個好人吧 那你那邊都是好人吧 拍拍坑我也會被找出來 我永遠都被找出來 那我怎麼力挽狂瀾呢 我一定要讓自己去死 我殺10號 那麼女巫就會想 第二天一般都是會殺好人嘛 她如果把我救了 我在警下發言我就可以說 我其實才是預言家 而且她知道刀行 她知道昨天晚上死的是我 我可以通過這個往回來說 我為什麼在井上不跳預言家呢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玩了這麼久了 對吧 可以體驗一下更花的板子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汗跳 沒有想到我沒有汗跳 竟然導致8號報我很開心 這都是我在一瞬間就想好的 如何去打這個板子 但是沒想到這個牛還是不救我 這是 我受不了了 真的 就是 就是 所有的 我們這個真的是沒有任何遇本 可以讓你去 然後他自爆的時候 對 我們找不到基準點 來讓這個遊戲 在我的這個思路下行走 好 那我們聊了這麼多 懲罰也別忘了 我們三匹可憐的狼 然後自己的燈 其實也就兩盞燈 三盞 還好 好 把燈點亮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道具小哥 吸死你們 我就是不救你們 好 道具小哥 好的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將會有三秒鐘的時間 來確認一下自己的身份 因為剛剛我們在第二輪比賽的時候 我們進行得非常的快 所以說呢 我希望大家都在這一局的時候呢 能夠確認好自己的身份 好 三秒鐘 三 二 一 大家都確認好自己的身份了沒有 如果都確認好自己的身份 那麼我們的遊戲正式開始 這一局呢 我們同樣是有一個競猜的環節 希望大家能夠積極地在我們這個系統上 猜出你心目中的那個狼人 遊戲正式開始 規則大家別忘記了 那麼我們正式開始遊戲 天黑 請閉眼 狼人 請睜眼 來自音樂 偶然 既然 鹿 狼人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验人 预言家 昨晚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请睁眼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猎人 请闭眼 三 二 一 天黑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请闭眼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天亮 刚刚第一页结束了 紧接着我们来进行警长的竞选 请要参选警长的举手事宜 告诉我 四号 不是 我这儿抽筋了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从十号开始先发言 十二预言家 就是前面一直念叨这张预言家牌 十二预言家 然后昨天晚上验的八号 因为展英文真的进步特别大 就在我觉得 在我们一安音乐社里面进步最大 应该就展英文了 然后想验一下它 然后验出来的是一张茶沙牌 是一张茶沙牌 我不是炸身份 我就是语言家 好吧 我不会退水的 然后我的请回流流一下吧 就是我上一局的时候 我有个小的判断失误 就是带错了人 对吧 把李子勋给带走了 然后带错了人 我先验一下一号 好吧 先验一下一号 再验一下二号 就从那边开始验 好吧 然后我昨天摸的是八号茶沙 请回流一跟二 上一把 因为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吧 可能场外太多了 导致我的思考有点混乱 所以这一局的话 我预言家希望能带大家赢 希望能带大家赢 八号是我的茶沙 OK吧 那你八号要跟我汉跳 随时欢迎 好吧 如果你不汉跳 有其他的狼汉跳的话 那直接送两匹狼 一个茶沙 一个汉跳狼 更简单好不好 过了 好的 九号 我这里拿到的就是一张 普通的村民牌 我就是想再拿一次那个 再拿一次警徽 因为之前基本上都没怎么拿过警徽 所以我想大家投一下我吧 不过不投我也不重要 我也就是一个村民 好 过 逗我 逗我了 对 8号 8号玩家这里是全场唯一真预言家 10号是我昨晚的茶沙 不要说他给我多大的压力 有多大的压力 我作为一个真预言家 我还笑起跳了 就这么跟你们聊 警惠留这个9 然后在这个7 就这样 那个10号是我昨晚的茶沙 就这么简单 昨晚跟我多大的压力 我都笑起跳了 因为我是预言家 我底盘就是预言家 过 好 7号玩家 我 对 我是7号 7号玩家 我这里还是个村民 因为我连续到了两把村民 我还是想跳一下 因为 我感觉每次村民话都很少 所以我还是上个锦 大家不相信预言家 可以帮票图给我 好 过了 好 4号玩家 4号这里是一张 不想要警长的一张牌 然后我给你们盘一下前面 前面首先八根石里面 你们必有一匹狼和一个真的冤家 对吧 我就希望警下的好人 投出你们心目中的票就可以了 你们觉得谁是真的冤家 就投给谁 然后我心目中的冤家 我这一轮我不想说 我想看一下你们的票型 好吧 我希望好人别弃票 因为肯定有一个真冤家 一个狼 对不对 你站谁的边你就投谁 就这样 好了 过了 退水 好 接下来 谁是你心目中 值得托付这枚警徽的呢 3秒钟之后 考虑告诉我答案 倒计时 3 2 1 好 8号 10号 进行第二轮竞选 好 好 从8号开始 8号这里是真预言家 10号是我昨晚的查杀 警徽留先九后七 就这么简单 他不管给我多大压力 我作为一个预言家 我就是要起跳 我不能让狼狼的寻找 就这么简单 过 好 10号玩家 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什么东西是暴狼 就是在聊天的时候 有一些词语用错 或者是他在一瞬间的发言 把自己的一些信息暴露出来了 那叫暴狼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对吧 我也不需要去听暴狼发言 因为我是预言家 对吧 他跟我跳 他就是狼 但是我告诉你们 8号牌就是一张狼人牌 我从你们的视野来分析 你们要记住 8号牌在上一轮 就是这个PK之前的发言 它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警惠流17 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17 他是想说这张9号牌 再加上7号牌 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的潜意识里面 他是没有验人功能的 也就是他没有验过我这张牌 所以他脱口而出就是17 那你告诉我 他是一张预言家牌的话 他验过我了 他的警惠流能流17 这个叫暴狼发言 我只是给你们附属 好吧 我不拉你们的票 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听过 通过这些发言和逻辑 自己来站对边好不好 我不用任何的点去打人 我只给你们附属一下 我就是一张预言家牌 8号是我的查杀 我警惠流改一下 先验这张5号牌 好吧 先5后7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狼人汉跳 在留警惠流的时候 都会潜意识地留一张 自己的狼队友 都会潜意识地留一张 自己的狼队友 那么8号牌留的警惠是9跟7 我觉得9号牌警商发言还不错 他想拿一个警惠的 那个状态还不错 但是7号就不同了 对吧 方向卫有点像上一把 更座座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警惠流 刚好又留了7 那么7号有可能 是跟8号共编的 为什么先留5号呢 因为5号是投给8号的 对吧 你投给8号牌 你有理由做成拿狼东班 所以我要先验你一下 所以我的警惠流 改成先5后7 好吧 8号是我的查杀 我要拿这个警惠过了 好 再次考虑一下我们8号10号 谁是你心目中的警长 3 2 1 好 恭喜10号获得警惠 好的 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大家 昨天晚上经过第一页呢 我们是一个平安夜 接下来呢 就由我们的警长 来确定一下发言的顺序 这边发言 好 9号 我 我目前是没看出来什么 但是看大家 刚刚那个投票 都是投10号吧 他也是警长 他们就是8号和10号 他们两个在竞选 在搞 都在说自己是冤家 但是大家都投的是10号 那我要跟着大家不怕走呗 那我也就相信10号是冤家 8号是狼的话 那这区把8号票的 别简简单单 好 好的 8号 可以啊 票我啊 反正我这边我也自报不了 我一个预言家 然后 1号是从始至终 给这个10号狼警上票的 1号 你就在这被我打进了狼坑 然后 后面 2 3 4 5 5 我是一个好人 就算他是倒钩狼 我现在也只能认他是好人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认我的 认我这个是个真预言家的 5号我先不了理 2 3 4 4号 我是 我先不了理身份 我现在是想聊一下2 3 3号 3号是一直毫无忧于投这个 这个 在第二轮PK的时候 毫无忧于投给了这个10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 我就因为一个口误 出我暴浪式发言 10号是我验的茶茶 9号我想验 7号我也想验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认为 我这个预言家 我不知道我发言哪差了 就这样吧 你们这局出我也可以 就这样 出掉一个神 狼警 就这么过 好的 7号玩家 我 过吧 我看第二晚上 看第二晚上死死的是谁吧 第一晚上是平安夜 那就过吧 好的 6号玩家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很难判断 但是这一局我看8号的发言呢 他跟以往的狼跳冤家 感觉就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选择起票了 然后我都看你们投的都是10号 所以呢 我也只能够跟着大家的脚步走 至于谁把我们 带到到底是正道还是坏道呢 我就 要死一起死 要和我一起活吧 平民们咱们一起冲 好 接下来是5号玩家 5号这里是个平民 10号你要想查你就随便查吧 反正 8号肯定是个好人 我10号绝对是皮狼 你看10号当预言家 再给8号一个查 查杀这么不有力的情况下 8号还是跳了出来对吧 所以10号是狼 我还觉得1号是狼 因为刚开始投票 1号投给了10号 过 4号小人家发言 4号小人家 4号小人家 其实景上那个时候吧 我心目中的预言家就是狗哥 但是我为什么没说呢 我也没帮他号票呢 我就想看一下景下就是 没上景的这些人 就是怎么去投票 然后现在我心目中的就是狼 就是8号是一匹狼 5号是一匹狼 然后6号和2号3号里面出第三匹狼 然后大概率是你6号 然后这是我心目中的三个狼坑 好吧 就怎么 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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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是说 我 就也不是说你逻辑其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上景的时候 你要说你是一个预言家 你就没必要说我是汉跳 你说我是正常上景就行 我没说我汉跳 不是 你说你要跳 不对话 不对话 我就是跟你说 然后就是其实也无所谓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轮我们把8推出来 你10必须得死在晚上了 对吧 因为第一页已经是平安夜了 然后你这一轮说好你想验谁 然后说好你景辉怎么给 最好你能验到个好人其实 不然景辉就死了对不对 其实一样的 如果你验到一个狼 然后我们再去想好吧 反正这一轮其实 再加上夜里 肯定是8时必须得走的 对不对 过了 好 3号 3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这轮8应该要出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8刚刚就是他开始怼我 因为他说他怎么说 我来复述一下他 因为第一轮选景的时候 第一轮其实是5号投给8号 1号投给10号 而且他上来直接怼我 他说一开始说23里面必出一狼 然后他直接是冲 就指头直接冲向我 他说第一轮5号投给8号 我投给10号 我觉得他是 我不知道是他是看错呢 还是在思考什么 我觉得他是应该思考 就在思考第二轮的发言 然后他没看清楚第一轮是谁 投给10号 然后我第一轮 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12347投给10号 所以我们公认8号肯定是狼对吧 然后9号也说他公认10号是运言家 所以9号也肯定认为8号是狼 所以我们这几个人 就这几个里面 我们今天一定要出8号 假如不出8号我就相信 所以这里面肯定 没出的那个人肯定是狼 然后我觉得狼坑 5号肯定是个狼坑 8号肯定是个狼坑 我觉得6号应该是个平民 对 好 发言完毕 对 好 2号玩家 2号玩家发言 2号这里是张名几名以上的牌 然后呢 刚才大表哥就说我们这边 就是会出现一匹狼对吧 然后我看你3号发言不像一匹狼 然后我这里2号呢 其实张名几名以上的牌 然后这里1号玩家 我给你一个压力 但是你别紧张 你等会儿好好说 然后我心目中的狼坑呢 是1 5 8 然后就这样 过 好 1号玩家 现在是8号是一匹狼 然后呢 投他的是5号吧 5号也是他们俩人一伙 然后 然后我觉得那个3号 3号我不认为你是一匹狼 但是我觉得你说话有问题 你说 要是不投8了就都是狼 那么狼人现在肯定 一听这个不是狼 肯定就都投8了 发言完毕 好 接下来10号 我死是肯定的 就是为什么 就先跟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大表哥说尽量要验一个好人呢 因为锦辉留在场上是有警长 并且多0.5票 所以你们狼人 我为了不让你们拿这个点打他 我先帮你们先把这个路给堵死 记住 先把路给堵死 不要给别人留后路好不好 就是分析过来的话 2号应该是一张好人牌 因为2号的发言是怎样的呢 他认158是三狼 对吧 8号5号是狼 但是1号是投我10号票的 对吧 那如果2号跟8号是狼 队友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是不能打1号的 因为1号是跟我铁战鞭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他能打这张1号牌 2号一定是一张平民牌 当然你说你名机名以上 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觉得你就是一张闭眼的牌 撑死最多也是个猎人 因为猎人其实也是算闭眼的 最多就撑个眼跟法官 对吧 对视一下放个电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2号就是身份不错 然后狼的话 8号一定是一张铁狼牌 对吧 4号牌有可能做成道沟 表哥经常这样子搞的 对吧 那没关系 好吧 我今天晚上验一下这张7号牌 7号牌 是我认的一张狼人牌 我在井上就说了 对吧 就是8号的那个逻辑 我就跟你们说了 我验一下 如果它是一张好人牌的话 那方小薇你听好了 就是你是一张好人牌 我把井辉托付给你 麻烦你记住我现在的发言 在过了两轮或者三轮之后 当你们陷入迷茫的时候 能想起我的一个 就好比井囊的一个意思 你明白吗 那我告诉你 就是如果你是一张好人 那我告诉你 我现在认2号好人 认4号好人 但是我不太确定4号 你明白吗 我认2 4是双好人 因为他们都在帮好人做事 而且打的位置是对的 那么在关键的时刻 你可以考虑如果没人出了 你尽量不从他们两当中出 如果要出 那么4要出在2之前 明白吗 因为4可能会打道沟 这是我留给你的一些话 好吧 那么9号牌一定是一张好人牌 这把的狼 5 8 然后6跟1跟4 要抢一个位置 1号投票给我 我保你进决赛 那么就只有这张3号牌 懂这个意思吗 3 4 6是最后一个狼 那我们看夜里的刀型 我死了之后 我会告诉你们7号是一张什么牌 好吧 那如果7号是狼 那就简单了 7 8 5 或者7 8 3 或者7 8 4 反正7 8我只要验出来 那就简单了 对吧 今天先走这张8号牌 然后你们把焦点主要重点 放在4号牌跟6号牌 以及3号牌身上 5号牌不用听 女巫晚上可以直接 读这张5号牌了 这已经就直接就是 裸出来的一匹狼了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我12号牌一张预言家牌 今晚验这张7号牌 因为我知道 我大概是活不过今晚了 留一个警徽留就够了 好吧 我验一下告诉你们 7号牌什么身份 方向卫 玩平民好好玩 我上一把才告诉你 平民这张牌很强的好不好 虽然上一把 我猎人带错了一个平民 但是真的很强 哭了 好 警长归票8号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经过一轮竞选之后 应该讨论之后 讨论之后 接下来把你心目中的那匹狼 举手示意告诉我 3秒钟 3 2 1 好 8号玩家 离开游戏 灭掉灯 有什么想说的 8号玩家 预言将牌 既然你们把我投出去 要投出去吧 你们认我是个狼 好 狼人我跟你们说怎么应 1 3 10 狼人 然后这里投出去一神了 2号一个神把刀死就行了 然后剩下的4 5里面找一神就行了 过 好 好 那么我们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是这样的 我们在聊这个游戏的时候 尽量避免上一局这样的逻辑性词会出现 好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 确定 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厌人 寓言家 做完你厌的人是 寓言家 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上一局的 这个逻辑性词汇 不要再出现了 天亮了 经过第二天晚上 我们十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你的灯 没有选 给7号 接下来的时间 由新任警长7号选择发言顺序 从这边开始 对不对 是从死者的 对 那从那边开始 10号的 对 1号 为什么每次我都是 是这个平民性发言 我这个没看来什么 我等一下 完全我那次站10号的边 可能站错了 然后那10号跟7号 可能是一伙的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 8号可能是真的原价 发言完毕 好 2号 1号玩家你这个 一开始站10号的边 然后现在又站8号的边 而且当那个新任警长 然后就是选择从你这边发言的时候 你一开始 就是明显的 我给你们演一下 就是明显有在想的迹象 我心目中的狼坑现在是 1号吧 我现在已经是确定了 然后剩下一个 我觉得从 我相信这个3号 应该算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从5号6中间找一个吧 翻译完毕 翻译完毕 好 3号 就我想说一下 大表哥 你到时候晚上别抖腿 谢谢 地度在这 我是这样觉得 我是觉得1号不会是狼 我是觉得狼 应该在5号跟6号 还有8号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5号跟8号是第一轮 大家都公认的对吧 然后6号 我为什么觉得6号是狼呢 因为我们上一轮投票的时候 就是投我们出谁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出8吗 而6号他是这样的 他是想投10 但是他又发现不太对 然后挠了下眼 所以他把这个10给收回去 我觉得6号是 有可能有点问题的 所以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 5跟6应该出5 假如真的 就看大家吧 对吧 就这样 翻译完毕 对 好 4号玩家 4号玩家这把还是维持跟上一轮 不变的一个观念 这一轮就走5号好了 然后过了 好 5号玩家 5号玩家最后是个平民 随便你们什么票吧 反正我是相信8号的 狼是1号 10号 7号 10号你死了 有可能是自造狼 然后1号呢 刚开始是站边10号 可是8号提到 1号 3号 10号是狼的时候 1号刚刚又反驳说10号向狼 8号又是真愿家了 就说明他想活下来 所以1号 10号 7号是狼过了 你们随便票吧 过 翻译完毕 好 6号 6号 其实6号呢就是一个平民 刚才3号说我这个动作 其实我只是选择7票而已 因为我只要也看到那种 就是两个人在这儿护怼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7票 所以上井的时候 你们都应该知道 我从来不会投票投谁的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 然后呢我这边是一个平民牌 然后听5号发言 5号他在强烈地相信8号是预言家 但是8号都是 大众都认为他是一个狼人 但是你又去力挺8号 所以跟着大家走吧 5号狼人身份可能你已经 有点难洗干净了吧 然后1号 发言他可能就是个平民 他发言就是那种 有时候可能脑子转不过来吧 所以你们要怀疑1号呢 也可以就这样吧 所以7号9号发言吧 7号发言9号已经发过了 好 7号 对 7号玩家 1号说话有点结巴 其实让我一个平民来当警长 我感觉压力很大 因为我什么技能都没有 就通过了大家的发言 我感觉1号他说话有点打结巴 而且1号跟5号是支持的 8号是吧 然后感觉1号跟5号当中 都可能是两个当中 肯定是有个狼人的 5号可能狼人的比较性比较大 所以这票就投5过了 好 9号玩家 还没有了 没有了 还是警长 9号玩家 有 9号玩家发言 我还是跟原来一样 我是相信10号是冤家 他既然是把警徽给7号 就说明他验过7号 7号是一个平民这个好人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怀疑是5号和6号 因为什么呢 5号还是原来那个原因 他我们都投了10号 他投了8号 他们两个可能是一伙 然后我说6号是因为 我怀疑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他是在装村美 但是谁让他这一匹狼 他可能是跟上局一样 上局一样就是在 自己默默地在那边 把自己装成一个村美 谁让他是一匹狼 但是这局 我们还是先把5号票掉吧 就这么 好 坐 好 那么 发言完毕之后 你心目中谁是狼人 三秒钟之后 举手示意告诉我 三 二 一 5号玩家请灭掉你的灯 谢谢 然后有什么想说的 我就是一个村民 反正你们随便怎么票吧 我可以翻身份牌吗 好 如果没有更多的话想说 那我们的游戏继续 进入天黑模式 天黑请闭眼 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这种上一局比赛 这种逻辑性词会不要出现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狼人请闭眼 寓言家请睁眼 寓言家请闭眼 寓言家请闭眼 昨晚你闭的人是 寓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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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你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请闭眼 经过昨天一晚 2号 3号离开游戏 请灭掉你的灯 没有遗言 请信任警长决定发言顺序 是你的左边还是右边 从我的左边吧 9号 现在已经很明确了是不是 就是2号 3号 他们两个已经死掉了 2号 3号的话 有人就是在怀疑 2号 3号里面肯定是有一匹狼 然后既然2号 3号死掉了 游戏还在继续的话 那就说明场上还有一匹狼 还有一匹狼的话 7号是好人 1号暂时现在是好人 4号也是好人 那就是6号 这局把6号票掉 也许这个游戏就应该能结束了 6号应该就是一匹狼 好 发言完毕 好 1号 昨天晚上是2 3死了 这2 3里面有一匹狼 2号 然后是 然后呢 还有一匹狼 应该是6号 然后昨天投票的时候 4号是4号投的我是吧 应该是4号和6号是狼 发言完毕 好 4号玩家 其实上一轮我知道 肯定5号要被大家投罪 所以我就没挂卡票 我自己的票是挂在1号上 但1号你这一轮的逻辑 我真的觉得你拿不起一张狼牌 就是我保你一轮吧 就怎么说呢 因为你这一轮盘了4个狼坑 这个游戏一共就有3个狼 就8和10里面是不是有一匹狼 然后你又说6号是狼 4号是狼 23里面有匹狼 就你已经遇到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是狼的话 我也只能让你赢了 我也只能让你赢了 所以这轮的话我会出6号 我的票会挂在6号上过了 好 好吧 那你们都要投我的话 我是个猎人 场上现在 女巫已经走了 医院家也走了 如果猎人被你们投出去的话 这游戏是给结束了呀 现在场上 刚才谁是带节奏 怼得我的 就6号 9号带节奏怼得我的 我觉得 1号 4号都说了看起来像个平民牌 两个狼也不可能存在 反正我是个猎人 但是通过你们的发言 你们都可以断定1号 4号 9号 是好人了 那我6号也是好人 你找 狼人上几楼了 我先说到这吧 看7号你怎么怎么说 发言完毕 我感觉 你说礼物死了 但是没有人跳礼物 根本就没有跳出来 所以我感觉 礼物可能还活着 我感觉1跟4里面肯定没有礼物 可能最后一个礼物肯定就是8号 对吧 不是9号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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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2号可能是铝窝 你这里 如果你是恋人 那最后两匹狼可能就在1跟4之间 但也不排除你是狼人的嫌疑 所以 可以 1跟2号 所以这局还是头6吧 过 好 发言结束 谁是你心目中的狼人 请举手示意告诉我 3 我是妻子这样的我只是这样的 2 1 好 10号玩家 离开游戏 请灭掉你胸前灯 不是吗 游戏 结束 好险 好险好险这一把 你怎么不信我 真的是游戏家 首先 大家先安静一下 8号就是游戏家 大家安静一下 我没有投理他 我没投理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肯定场上还有一个神 就你认神了 那你就是真的神了 对啊 因为没有神没有神 神如果得了 这都能输 OK 大家先冷静一下 我们三轮游戏结束 我们先冷静一下 我们来盘一下 你是哪 不是 这一把 我觉得真的是生死 就是一念之间 方祥瑞代表的狼队 马上就要看着眼 看着眼 看着就要胜利了 然后林默代表的神明 和平民阵营 看着非常失利 然后最后 在投票的过程中 就帮回了这一局 首先我想来采访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当时9号 1号 4号全在追我 我这个猎人身份 不可能不站出来 你想想看 如果我练到投票去的话 老郎肯定就赢了 所以我觉得练人最后 刚刚那句 我练人还跳出来 练大家相信我了 但是也不该不相信 你们想一下 对 因为场上肯定有成 不然有些结束 7号她也没有跳她身份 狗哥这个 9号她也没有跳 但这整个局安排的 应该是我们1号玩家 小狗安排的对不对 10号 你演得太那个了 不是 其实全场一直都是狼人大优势 就是最后一波一下逆转了 这个剧情 3号女巫毒罪的人 对 我后来想 我后来想 10号干嘛给她 所以我觉得 她们两个肯定是狼 然后我就相信你了 我觉得最后一轮 1号的发言真的感动到我了 她心目中有4个狼人卡 4个狼人卡 不是 她真的拿不起一张狼人卡 是这样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法官的脑袋 有点脑容量有限 首先咱们还是把这个惩罚 我在演呢 惩罚 惩罚我们来试一下 那个刚刚谁输了 是狼对吧 是狼吧 对吧 对不对 是狼 好 三匹狼 我们的10号 7号和2号 来 接受你们的惩罚了 2号是狼吗 2号是狼啊 是啊 我一直为5号是狼 我一直为5号是狼 天呐 你赢的是莫名其妙 我不死狼啊 我是平民啊 怎么2号是狼 你叫我 我心目中5号一直是狼 我说5号死了狼 肯定就还有 还有 孙英豪 你看她 她赢得不明不白 你要不要一句点评一下她 我表示心很累 好了 前几局的这个游戏王 我印象中好像有3有1有2 对 就是一个两个三个都有 对不对 各取一堆 这一期我告诉大家 真的是喜货丰收 一堆 1号 1号 3号 5号 6号 4号 4号 你们获得了本期的游戏王 恭喜你们 10号 10号 你们获得了游戏王 5号 5号 然后呢 我会请两位哥哥来帮你们带好吗 来我们的10号玩家和4号玩家 来位1号 3号 5号 6号 3号 还没有 好不好 嗯 那正在收看我们这个游戏王 我给你带呀 希望你们也为他们来加油补兴 因为我们每一期都会有一个勋章给他们 那么整个十二期结束之后 我都没感动到 好了 好了 我们请两位哥哥给他们分别 对 我以为狗哥是真一样 首先是我们的林默 来 我一八号 好 然后是我们的一号 来 请我们的哥哥给他戴上 哇 你已经有三美了 好厉害 好 然后 这个人都日新一样 好 我们的小狗哥哥给我们的 何洛洛来 受伤一枚心脏 一袋 没有 我掉了一袋 那就别切两个 对对 在那边 在他的座位上了 在他的座位上了 对对对 然后又请我们的大表哥 给我们持一袋上 对对对 足得不错 下有下有下有下 你怎么不这么准 我也只有五号是了 我后来再想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 再见了每周五晚的八点 大家准点关注我们 然后还有周六 从这个星期开始 我们不仅有动画片可以看 动漫可以看 然后还有我们团宗可以欣赏 所以说大家 期待大家一直关注我们 一安音乐社 以后更多精彩的表现了 那既然大家都 差不多都站起来了 我们一起动一动 跟大家说成再见好不好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